小伙伴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游乐王子好像消失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众所周知新版本中 我们看到主页图上 只有美琪美雪和小兰姐姐 但是墨仙宝的成员是四个呀 有小兰美琪 还有我们的美雪和游乐王子 是四个人才对 那为什么在主页图上 没有看到游乐王子呢 小伙伴们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在对战炎炎蟹的时候 被击杀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主页图上 我们发现有美琪 还有我们的美雪 他们都是存在的 还有他们的老师 也就是小兰姐姐 他们在主页图上占据了C位 抢夺了炎炎蟹的地盘 小伙伴们你们都知道 老板们中炎炎蟹是占据C位的 那炎炎蟹的消失肯定是 魔仙与炎炎蟹进行了一番战斗 而在战斗过程中 他们就是为了争夺这把断剑 我们魔仙中肯定是损失掉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游乐王子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四个魔仙中为取得本场胜利 牺牺牲了一个游乐王子 而这场战争的胜利 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是不是呀